是,林可盈和你看天气,先跟进一下亚洲的天气 现在位于朝鲜半岛附近的热带气旋云雀 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明天会横过朝鲜半岛 由于预测云雀登陆的时候,只是属于热带低气压级别 那个区间中会吹强风,并且间中有狂风大骤雨 另外,云雀在未来一两天会为日本大部分地区带来一股潮湿偏南气流 天气会比较不稳定 九州去到东京的天气以大致多云为主 并且间中会有罩雨和雷暴 接着看其他城市的天气 大阪多云,东京多云 黄州落雨,澳门雷暴 厦门落雨,台北落雨 上海落雨 北京多云 沈阳落雨,首尔落雨 曼谷雷暴 吉隆坡雷暴,新加坡雷朗 雅加达多云 胡志明氏雷暴,马尼拉雷暴 墨尔本咒雨,星尼明朗,布里斯班雷朗 曼雷暴,新加坡雷暴,新加坡雷暴 鲁连顿天情,沃克兰咒雨 曼玛雷暴,新德里落雨,卡拉奇天情 曼环雷暴,新德里落雨,卡拉奇天情 曼环雷暴,新德里落雨,卡拉奇天情 曼环雷暴,三凡市天情,鹿争基天情 曼玉宙雷暴,新德里落雨,卡拉奇天情 罗马明朗,苏黎世明朗,巴黎天晴,花南黑风明朗 伦敦多云,阿姆斯特丹骤雨 而本更封面,截至夜晚七点半 预测是大致多云 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 明天早上雨势有时都挺大 夜晚骤雨减少 气温介乎25至29度 吹和换至清净的西南风 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 而展望星期四仍然有几阵骤雨 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日间酷热 天理先说到这里,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